現在我們的這個衛福部的官員 都告訴我們說 通通是廠商的責任 所以先請教這個上志哥 怎麼看官員推託 那我們的食安誰來把關呢 現在對民進黨 我想他已經執政這麼久了 這一次執政 我們都要理解 民進黨是這樣子 辭職即斷點 對 他們叫有人辭職這件事情 都不是因為他們要負責 我們以為他們辭職負責 沒有 他辭職之後 就把他們自這個人 這個職務 他所經手的 或他下指示的很多東西 因為他辭職 他就躲起來 民進黨你看放眼望去 所有過去只要辭職之後 立刻就不說話 你以為他們很有操守 然後他們就尊重現有的部分 就讓給新接任的官員講話 沒有 沒有 辭職即斷點 是民進黨的很重要的 他們的政治文化 或他的政治的這種 不要不理念 他非常厲害的政治技巧 同時另外一部分 他們就從衛福部也看到的部分 他什麼 他們其實就是一旦出現大包 像這次的農業部的問題 他們有另外一個方式來觀光相互 他們的觀光相互其實就是什麼呢 沒有追 然後對自己內部不會就責 不會處罰 而且就像我剛剛一開始就講的 而且他會把很多處罰往下分送 去點火燎原 把很多責任點到別的地方 然後讓媒體讓大家的觀眾 誤以為是其他人的責任 這個是民進黨當中 我們在現在看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一定要特別注意 就是說整個我自己都有點擔心 隨著現在包括立法院開議 包括孟岐他們很認真在質詢在內 也有可能整個這一次的 這個進行代表的問題失焦 為什麼 因為太多問題了 你要知道在過去我們看 都是問題 可是每一個問題當中 大家各有興趣 而且因為隨著現在選舉要到了 大家包括很多的立委 也都要出來 那麼搶自己的部分的版面 所以大家都會大力質詢 我剛剛在低頭看臉書當中來講 我已經在藍營當中 或者是在包括民眾黨 我在藍營當中已經有 沒有包括孟凱 已經有五位他們在上午的 包括執行跟他們的意見 已經就發了短視頻 所以可是這裡頭 大家就有各自的議題 跟大家在緊攻 在緊追的東西 還有包括像淑慧這些就是 還沒有當立委 可是現在他們要鎖定立委 結果現在會有好多好多議題 真的很容易失焦 所以我覺得要注意幾個地方 就是說整件事情 我們要看一直繼續要追 沒有說不是不追 一定要追 但是始終要緊扣幾個東西 首先第一個部分 一定要緊扣超思 因為我都很擔心 也要拜託包括漢廷都要一起注意 我們要注意一下超思什麼時候停業 因為現在事情鬧那麼大 因為他們辭職極斷點 停業極斷點 為什麼按照超思這樣的狀況 你說單單就只有農業部 跟衛福部它的相關嗎 整件事情我們都可以看到 包括我們剛剛談了 這大半小時的事情都是 我們都知道整件事情 整件事情進口蛋 就是農業部沉級重 給無論是不是超思跟中央續產會 跟林春賢 背後有什麼勾搭黑箱利益掛鉤 還要追 這一塊都還沒有追開來 還沒有追這個核心的 可是我們確定農業部給超思 幾千萬8千萬顆蛋最多 然後這些蛋之後現在發現預期 有可能這樣的部分問題 農業部幫超思處理這些預期蛋 那就剛剛談到了標示國產 混合蛋當中要求混合蛋 還是一切都是為了超思 而且我們現在看到超思的到底 金流現在給他們3千多萬的行政費 包括超思自己有沒有 事實上巴西那個地方的 提供的部分價格 一顆5 6 7 8塊錢 這樣子的價格是不是超思 事實上跟巴西那個地方勾結 也就是說這裡頭的利益狀況 付給超思的錢付了沒 超思只有50萬的資本額 他們賺進了3千多萬 在他的帳戶裡頭 這3千多萬最後分流給他們 實際的股東的誰的帳戶 難道錢就永遠3千多萬 停在超思的帳戶裡頭嗎 所以這裡頭就牽得到 不只衛福部 經濟部因為超市要管的 金管會一旦來查超過50萬當中 特別的匯款他們就要盯的 國稅局要給所有的部分 相關的超市的真實 我們現在都搞不清楚 除了秦宇喬之外 那些真實的股東 那麼國稅局不用查嗎 可是這些真的就金流就可以查 所以我也拜託 這包括孟凱在內 所有現在在立法院 一定要從金流去追啊 要去追超市 金流要死命的追 而且坦白說 金管會現在如果 包括經濟部跟國稅局 這一些管我們台灣前的數字單位 他們不太能夠像衛福部 像農業部這樣 政策有一個含糊 我不交給你 因為我們還要很多資料在查 數字這個東西 你只要再走電腦就有資料了 超市一定要繼續追 不要只在追這個蛋的下游 此外我也認為有一件事 滿重要的 因為現在就剛剛講 包括立法院在內 問題太多了 徐惠那邊講一個 孟凱講一個 那邊復婚旗講一個 大家都講一個 其實我認為現在 我個人是怎麼認為 我認為現在國民黨 其實民眾黨都一樣 我覺得大家應該比較誠實中 每天下午2點 要抽開一個live部分 公佈整理數字 現在預期蛋現在追到哪裡 就像我們先前的疫情一樣 有分境內境外 你要讓大家 讓大家一直知道蛋的問題 包括現在 而且剛剛講 藍營的各縣市的部分 不能停 現在會有很多的重點 新聞媒體報導 會往立法院移動 看民進黨看陳建元怎麼解釋 可是事實上 這比德當中來講 可能大家東蔣西蔣 東蔣西蔣都失焦 所以其實藍營的部分 要持續的追 然後把這些藍營的 縣市長追了之後 提交給包括像國民黨 有一個最後一個統一發布的地方 讓大家每天可以 一局觀眾有一定來打 因為這樣什麼意思 因為這樣食安的整件事情 才能打到賴清德 才能打到民進黨 否則現在打一打 因為人在打陳建元 現在看起來立法院 都要打陳建元 你知道打到陳建元 賴清德又在那邊笑而哺語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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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 我們過去這一兩個月以來 所有牽涉到政黨攻防的 藍綠泛藍的部分 第一個我都 所以我聽說 在很多電視台收視率 都是很低的 可是一旦到食安 民生食安 哎呦 觀眾很有感 而且你看 最近他們單位會提到 民進行已經都調查了一個東西 就是連綠營的人都很有感 所以這些東西要記得 結論就是不要失焦 大家都想搶換板頭 但是最好要聚集起來 正在進行的追超私 正在進行的藍營各縣市在追 都不能停 不能因為媒體現在沒報導 我大概報立法院 大家就公務員就算了 一定要繼續追下去 這個可能 可能只有一師八命九命 一師只要一命 那一命如果是賴清德的命 那該多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任何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不再念聲 2 7